今天是国家元首华旦 国家元首苏丹阿杜拉陛下 在册封有功人士仪式上 致遇此时提醒全民 不要为了个人利益 挑起敏感课题 破坏国家和平与团结 元首陛下也说 政治议程不能越界 凌驾于联邦宪法之上 如果任由政治论战继续下去 遭殃的将会是人民 那今年的国家元首华旦 册封仪式并没有任何政治人物 受封丹斯里或拿都宣贤 开创了西蒙执政以来的先例 配合国家元首华旦 首日册封仪式 一共有795名有功人士受封 其中18人受封丹斯里 39人受封拿都 包括联邦法院首席法官 国会议长 总警察长 全国警察宗长 巡委会主席等等 但当中没有政治人物 这也是西蒙执政以来 首次没有政治人物 在元首华旦上受封 国家元首陛下在册封仪式上 致辞时提醒国人 千万不要为了私人利益 而挑起敏感课题 以免破坏国家和平与团结 陛下说联邦宪法保障着 每一个国人的权利和自由 但却不能凌驾于成为 国家团结基石的价值观上 梦允蛋独或建策心 梦兺 员手陛下还乐见新政府和财生 此忙废宿 如今时形 Episode 19 陛下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多关注贫困人家 残疾人士以及B40低收入群体 援助他们 避免他们被边缘化 陛下也希望政府和全体人民 树立崇高的社会价值观 把自信和爱国精神推广到各个角落 苏丹阿多拉陛下也不忘感谢首相敦马哈迪 政府行政人员 公务员 保安部队 对国家的效忠以及权力履行职责 NTV7综合报道